73岁冯翠帆进照,皮包骨头令人心酸,初恋光明全回应难成恋人原因。 4月15日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举行颁奖礼,毛顺君评及影片黄金花获得最佳女主角,而古天乐评及杀破狼,贪狼首度将最佳男主角收入囊中,这也是古天乐入行25年来第一个最佳男主角。 处缘获得了终身成就奖,在获奖感言中说道:"大家请坐,多谢我的大徒弟冯翠帆,肯讲义气,从台湾来颁这个奖给我,将一个终身成就奖,给一个终身都没有什么成就的处缘。 画面中我们看到了许久没有出现的冯翠帆,他满头银发,而且瘦得皮包骨头,令人心酸。 幽默组组织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。 冯翠帆在荧幕上一直都是喜剧形象世人,无论是奇谋妙计五福星的兰克斯,夏日福星中的新牛皮,又或者是精装追女仔的刘定肩,冯翠帆虽然不苟言笑一脸冷傲,却制造出爆笑效果,形象也是深入人心。 冯翠帆出生于戏剧世家,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乐剧老生冯敬华。 在家庭艺术的熏陶下,冯翠帆也是喜欢上了表演。 1965年冯翠帆变头申力的电视,主演过几部剧集后获得电影导演楚源邀请,参演了第一部电影《黑玫瑰之三之红花侠导》。 1968年冯翠帆转头无限,主演了长篇电视剧《梦顿晴天》。 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当红小生。冯翠帆不仅能演,而且还能知道和编剧,堪称全才。 作为娱乐圈的前辈,冯翠帆也是在无限帮助了很多后来的明星,当年周润发就是他面世的。 从1983年开始,冯翠帆和红金宝、吴耀汉、秦祥林、成龙、林正麟、张学友等先后合作了《奇谋妙计舞》《福星》、《时来运转》、《精装追女仔》、《捉鬼大师》、《福星创江湖》等热播影视剧,也正是这个时候让冯翠帆被内地的观众所熟知。 1990年他主演了林正麟的鬼片《音乐僵尸》,在片中饰演了一位茅山道士,幽默辉谐的风格为这部剧增添了很多喜剧元素。 2090年后来他又苍眼了双臂传说、变身契乐、意外等剧,基本上也是一年一部剧的节奏,2015年之后冯翠帆就没有新的作品了。 2080年之后,李永远 invite,作为香港电影的黄金配角,冯翠帆也成了票房的保证,很多香港观众评价他连走一步路都令人发笑。 虽然在事业上辉煌无比,但是感情上冯翠帆却令人唏嘘,他一生没有结婚更是没有子女 1981年冯翠帆与香港艺人曾庆渝合作拍摄电视剧《烽火飞花石》相恋,曾庆渝是1978年的香港小姐继军,长相也是很漂亮 曾庆渝出演过《万水千山总事情》,《千王之王》以及《阳门女将》,还在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中饰演过英姑 冯翠帆和曾庆渝恋爱两年后已分手收场,此后再也没有传过恋情 而他其实还有一段初恋,曾经在一篇访问中,冯翠帆承认汪明泉是他属恋情人,冯翠帆透露二十几岁时经常到台舞室外等他 而对于这段恋情,汪明泉也是非常惊认,他问道,几十年前的事,是吗?他承认吗?什么时候说的? 冯翠帆坦言因为汪明泉事业心中,不敢阻碍他发展 汪明泉事业心中,应该每人都有事业心,他不需要这类,可能需要小鸟依人了 路是这样走的,就顺其自然,可能他没结婚,单身更适合他,有自由度,结婚和单身又不同 看来当年冯翠帆当年也是单相思啊 曾经有人问过冯翠帆为什么不结婚,冯翠帆回答说 内地朋友经常叫我找个老伴,老的伴要来做什么呢? 女人一老,比我小二十岁吧,五十岁的女人也不年轻了吧? 你要不要?男人女人走到一起,就是因为爱情,而不是互相照顾 假如找个老伴照顾我,还不如找个护士 看来冯翠帆在感情上一点不含糊,宁缺无烂,必须要有真感情,难怪要孤独中老了 如今的冯翠帆依然活跃在一线,只是在各种剧中充当拥套和配角,其实他并不是为了挣钱,只是放不下心爱的演艺事业 虽然年过古兴各种疾病缠身,但是依然非常尽职的演出,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冯翠帆如今已经73岁了,但是他说我要演到不能演,像他这样的老戏姑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享受天人之乐了 而他却要继续为演艺事业奉献,希望冯翠帆能身体健康,再带给我们经典的电影